深圳收紧防疫政策 长居深圳的跨境货车司机 也必须入住指定住宿设施 业界要求取消这个规定 跨境货车司机在疫情之下 继续越港两地走 但深圳市政府在上星期六开始 收紧入境政策 司机就算家里在深圳都不可以回家 要入住指定的酒店 令到这些家庭要分害 我们这么多家在大陆 那我们的家人就看不到 不要像我们是过街老鼠一样 去到哪儿就捉到哪儿 这个是司机 他们批评指定的酒店小 经常也爆满 很多时候就被逼在车上过夜 又说没位置 不管你 只要摆街睡了 一睡就在车上睡 睡完起床身来 车又有张钞牌 不知道怎么办 有业界代表就说 内地政府不断收紧规限 令跨境司机无所适从 给司机回家 其实是安全的 因为司机都是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测试 是呈阴性才被他进境 那你们应该绝对相信 你们的测试结果 现在你加策这么多的纳赵出来 是不是自相矛盾 他又说 内地政府补贴司机部分的食宿费用 希望特区政府也伸出援手 蔣志慧建议 特区政府为跨境司机提供流宿酒店费用的资助 而内地酒店就弹性处理司机进出酒店的时间 不要局限某个时段才可以离开酒店 方便司机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赖在新报道